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的课程呢 我们会更深入的讲解React相关的内容 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安装React的开发调试工具 那这个调试工具可以很方便的 帮助我们做一些React项目的调试 我们一起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的右侧呢 这里呢我的浏览器是Chrome 大家呢也要安装这个Chrome的浏览器 在Chrome浏览器的右侧有三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按钮 我们点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更多工具 我们选择更多工具之后呢 选择左侧的扩展程序 OK 然后我们再点扩展程序 往下可以找到一个打开Chrome网上应用店 大家呢点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做一个科学上网 因为这个网址呢应该是被国内给强调了 所以大家呢要做翻墙才可以 我们回车 我已经打开了翻墙的这个功能 这个时候我已经能进入到这个网站了 我们在这里呢搜索React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 最上面就有一个React Developer Tools这个工具 大家呢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右上角会显示一个添加至Chrome 你呢点击一下安装就可以了 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 当我们把这个工具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之前写的to do list这个功能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刷新页面 屏幕的右上角 浏览器的右上方啊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这个按钮就是React Developer Tools安装成功的一个标志 这里呢之所以它显示红色 是因为我的这个网站是通过React开发的 而且我现在处于一个开发环境 所以它显示的是一个红色 那我们打开百度来看 当我们进入百度这个网页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React这个图标就变成灰色了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说明百度的这个页面 并不是通过React开发的 所以它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颜色的提示 我们再打开知乎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知乎的这个网页 对应的右上角的图标变成了黑色 那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知乎这个网站是用React开发的 同时它现在处于一个线上版本的代码 线上版本的代码 对应的React的图标就会变成黑色 那线上版本的代码和本地开发的代码 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般来说线上版本的代码 会经过一些GSCSS的代码压缩 同时呢 它也会剔除掉一些没有特别大用处的一些警告的代码 所以线上的代码相对于本地的代码要精悍一些 好 关闭一下 那我们大致知道了 这个工具如果右上角能够正常的显示出一个红色的图标 它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安装这个工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在这里 我们打开控制台 安装好了工具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侧呢 我们会多出一个react这样的一个菜单 我们点击进入这个菜单 左侧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网页之中 组件的信息 之外层有一个to do list 内部呢会有input 还有一个button 当我往里填一个a的时候 我点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ul里面又会多出一个to do item 有了这个工具呢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 整个react项目的一个组件的结构的查询 同时大家来看 在右侧 当我把鼠标放到这个to do list之上之后呢 大家来看 to do list这个组件 它有的state 也就是它数据的内容 在右侧都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input value 还有一个list 有了这个开发者工具呢 我们以后再进行组件之间传值的调试的时候 就不需要呢 反复用console log来打印对用的这个内容 然后来看它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工具的右侧 实时的监控着state的变化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 现在list里面有一条数据叫做a 当我再点击提交加一个b的时候 list里面的数据是实时会跟着变化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对state的追踪 来看一下页面功能是否正确 OK 这就是react developer tools的一个安装流程和一个大致的使用流程 当然这里呢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在后面写代码的时候 或者说讲课的时候呢 我会逐步的给大家扩展相关功能的使用 那这节课呢 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要完成相关的插件的安装 之后呢 我们再进入之后课程的学期 大家加油